做完了这个数据清理之后啊 咱们现在已经对数据啊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但是呢 数据当中啊 有很多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啊 咱们这个购买量啊 是否是跟时间有关 一个人啊 他的一个购买的行为轨迹 是长什么样子 这些东西啊 咱们还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第二步啊 也就是数据的探索 或者说呢 把它叫做一个EDA 说白了就是 要对我们的数据啊 进行一系列的可逐化展示 在可逐化展示过程当中啊 我们尽可能多的啊 展示出来数据内部啊 他的一些规则 并且呢 能给我们提供啊 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首先啊 在这里我们把一些相关库啊 给导进来 这里呢 我们主要用啊 就是Pandas ManPi 还有ManPlot啊 相当于是最基本的啊 这三个大件了 然后呢 定义文件名啊 不说了 那首先咱们先来看 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要进行一个预测的时候 这个预测啊 是否是跟星期几有关系呢 如果说啊 它真的跟就是 跟这个星期几有关系 那接下来啊 就是说 当我在做一些营销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也可以根据用户的一个周一 到周日平均的标准情况 把我的模型 稍微的进行一个改进 或者说 对模型的结果进行一个 就是相当于把模型结果 进行一个微调嘛 比如说原来啊 我这个模型预测的是一个 在整体上进行一个平均预测 那现在我发现了 比如说 周六啊 或者说周五 它的购买量是非常大的 购买可能性比较高 那即便啊 在这里我预测出来个概率值 可能哎呀 这个概率值稍低的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周五 那是不是说 可能往上稍提 那么一点点啊 这些啊 都是可以对我们之后的一个 具体的任务啊 具体的一个营销啊 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建议的 首先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吧 我要看什么啊 我要看就是周一到周日啊 他购买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啊 我们的一个做法啊 还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还是啊 提取出来这个type等于4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下单的那些个值啊 把下单的数据啊 拿出来 这里呢 为了咱们啊 读数据的时候 必然出现一些错误 所以说呢 还是使用啊 那个老方法 进行一个数据读取 读取完之后啊 咱们现在这里啊 要看几个x了 咱们现在啊 一共有2月份 3月份 4月份 要把这3个月份啊 都提出来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先写了一个函数 函数下面啊 我就是2月份 3月份 4月份 分别又做了一下 做完之后啊 咱们来看 需要做一些小转换 嗯 一般情况下 就是我们需要把一个ID的映射啊 做成一个印的类型 所以说呢 首先啊 这里看 哎呀 已经是印的类型了 咱们暂时就不用去做了 但是有一个东西啊 再来看 这个time是什么啊 time是一个string的串啊 一个string的串啊 是不太适合咱们进行一个分析的 所以说 现在呢 我把这个time字段 转换成一个datetime类型 转换这个很简单啊 就是在pandas当中啊 你可以图一下datetime 然后呢 你要把进行转换的 Z列数据给拿到手 这个是我们的dataframe的 这个action 然后呢 把它time这个列拿到手 进行一个转换 这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啊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time字段 转换成一个datetime类型 然后还有一点 哎呀 还有一点什么 在这里啊 就是 嗯 转换成datetime类型之后啊 我可以去调一个属性 就是x.weekday 相当于是 调出来啊 今天是等于周几的 然后呢 它会啊 从零开始 但是从零开始 咱们不太适应是吧 所以说啊 现在调了它的一个weekday啊 直到它今天是 它一个属性 直到今天的一个标号 然后呢 我们这么说啊 我说把周一设成一 周二设成二 周三十三 一直到周日啊 它是七 所以说 在这块我加了一个一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做呀 我们还是用这个 颅排函数啊 颅排函数啊 相当于是 汇报数据当中的 每一条记录 都做相应的一个变换 那这里是不是说 现在在我Time这个里边啊 是有每条数据都有日期 每条数据都有日期啊 所以说啊 我就把每条数据 都做了一个映射 然后因为这个函数啊 比较简单 所以说 直接写一个匿名函数啊 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然后下面呢 看一下我数据 是长什么样子 用户的ID 物品的ID 这是周期买了 看起来已经OK了吧 所以说 但是现在咱们还差什么 我们还差一个统计量吧 咱们现在只是把这个时间 给它做好了 然后呢 我还需要统计什么 周一到周日啊 购买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个数啊 那咱们来想 现在我要做的这个东西 应该是以谁为件啊 应该是按照日期吧 先看一下 周一的一个购买的情况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周二周期是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 我要要做一个group buy 然后buy什么呀 buy的应该是我time吧 要以时间为件嘛 所以说 时间是有七个的啊 group buy一个time 然后第一个 我要去统计的是 购买用户的一个数量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我把一个user id 给拿出来了 这里呢 咱们最开始啊 先做这个过滤啊 在最上面 你看过滤里边 过滤上什么 只有这个type 等于等于4的数据 才会被保留下来 也就是说 接下来啊 所有的数据啊 都是一个下载数据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直接把用户的id啊 给它拿出来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算一个unic值啊 可能来说 有的用户比较土豪啊 比较豪啊 可能一次啊 买一堆东西 那咱们不管这些事啊 咱们现在就统计啊 购买的一个用户 不去统计购买的量 购买量 咱们在商品当中啊 再去啊 购买量 咱们现在不去管吧 先看购买的一个用户的数量啊 先看一个总数 然后算一个unic值啊 相当于是 把这个所有用户都拿到手了 所有用户啊 都拿到手之后 然后呢 把我的数据重做一下吧 那现在我要去画图 你说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的一个横轴 是今天是周级 纵轴呢 是在星期一有多少人买 星期二有多少人买 所以说啊 报数据稍微做一个改变 把我的列当中啊 只需要两个吧 一个是weekday 一个是我user这个number啊 算出这两个值啊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这个做完之后啊 咱们再来看 接下来还有统计 另外的一个指标 另外的一个指标啊 这里需要什么啊 这里啊 我还需要的就是一个 周一到周日啊 咱们刚才看的是用户 那现在我想看一下商品 也是可以的吧 再看一下购买商品的个数 还是呢 给我拜一下 拜我的time 然后呢 把商品的ID啊 拿出来 算了它的一个unic值 算unic值之后啊 然后照样啊 同样的方法 weekday啊 item number 照样看一下 购买商品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购买的一个记录吧 咱们刚才啊 是不是说看的是一个 那什么啊 一个unic值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共啊 发生了多少次 这样的一个购买 相当于是求这样一个总量嘛 这个啊 我们也可以统计出来 一会儿呢 我们就要来画这三个图啊 分别的来展示一下 咱们的购买啊 是不是跟这个星期几 它是有关的 画这样一个图啊 这个图我就 这里不说了 画图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啊 在这里你指定 X轴什么 Y轴什么 标题什么 然后呢 你在这里啊 就是X轴可以做一些设计 Y轴可以做一些设计 然后画了几个图 然后你把X X轴的什么东西 Y轴的什么东西 天空图的一个宽度 你的透明度 你的颜色 Label当前是 对于哪个 就是上面不是做仨了吗 你对的是哪个 做了这样一个统计啊 非常简单的画图操作 那下面呢 画出来这样一个图 咱们就来看吧 都有它画到一起了 这个蓝色的啊 就是对于用户来说 这样一个统计 咱们先来看 然后这个绿色的 就是对于这个商品 然后这个紫色的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交易记录 那从当前的一个趋势来看啊 好像来说 12345 差不了太多吧 周二可能偏高一些 然后周三可能偏低一些 但是差的有一点 这样的趋势啊 周二周三可能偏低一些 至于为什么这样的趋势啊 这个就不是我干的事了 这个就交给具体营销 他们去分析了啊 咱们也不用去管 然后呢 周周周期 周周周期啊 咱们来看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趋势 就是平常啊 工作日的时候 购买量是比较多的 周周周期呢 它的一个购买量相对来说就较低一些 那其实啊 当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之后啊 我们也可以想 既然周六周七啊 它可能偏低一些 那对于我的一个预测值来说啊 如果说咱们在这个进行预测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的问题 那是不是说当我得到一个结果之后啊 如果说是工作日的时候 我可以偏高一些 然后非空的日的时候 我可以偏低一些啊 这时候啊 咱没有考虑到时间的一个因素 那如果说你考虑到一个时间因素呢 那咱们的模型啊 会自动的就把它考虑进去了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 时间啊 就是相当于是周集 对最终的结果的一个影响因素 大概啊 是这样一个结论的 好